红筹企业境内上市大扩容 新能联汽车 航空航天等产业纳入试点 9月17日 证监会发布公告称 经国务院批准 现公布关于扩大红筹企业 在境内上市试点范围的公告 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这意味着 有更多红筹企业 将可以按照此前的试点要求 在境内实现上市 而此次公告将试点企业认为 进行大幅扩容 明确除互联网 大数据 银计算 零工智能 软件和集成电路 高端装备制造 生物医药行业外 属于等高新技术产业 或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红筹企业 纳入试点范围 可以在境内主板 科创板 创业板上市 公告明确 红筹企业申请纳入试点 应当符合通知试点创新 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 并上市监管工作实施办法 关于创新试点红筹企业 在境内上市相关安排的公告 等规定的其他条件